近日楼市有回落迹象。根据上周五、2月11日公布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。2月首周的数值为184.49。较前一周下跌0.77%,同时也较一月下降0.38%. 事实上,不少大行已经在年初看淡香港楼市。中原集团主席施永清则重申自己看好楼市的立场,尝试综合各个看淡的原因,并逐点击破疑点。 在一月初,各个大行已发表报告,看淡本地楼市。当中花旗指,2021年本港住宅交易量创10年新高。 相信部分住宅需求已提前反映。同时,五项不利楼价的因素逐渐浮面。 预计今年整体楼价将插7%至10%。该行预计,本港移民潮未来会持续,扭转多年房屋供不应求的局面。 而预计美国量化宽松政策QE,两个月后结束,其后博会开始加息。抵押贷款利率于今年底升至最多2.3%。 另一券商美银证券称。本港经济展望疲弱,加上利率上升。预计楼价跌5%至10%。下行压力侧重于下半年。 一手市场刺热气氛不再。要新楼销量最多只能持平,甚至跌一成。主要也是考虑到内地经济增速减慢及美国加息。 大行看淡楼市原因最近市场上。大部分投行。分析员军看淡楼市。 这事无可厚非的。分析的人自然要客观。但是他们接触的资讯不及行外人。 很多时依据的是第三者的报道。施永清尝试综合各个看淡的原因。 他指出。房地产不外扶抗政治形势。经济前景。行业供求。 的确目前主要由不利消息占据。如果单从政治来看。目前是由中美国力主导。 有人看成对香港不利。美国已是中国是对手。 制裁打压的过程难免相及香港。以前的香港是中西方桥梁。有人会担心香港失去往日中间人角色。 另一方面。在经济上。西方国家亦收回对香港的优惠。 本地经济不好。加上疫情导致旅游。航空。饮食。娱乐。很多都受影响。人们收入减少。 加上移民潮。卖家削价求售。供应方面亦增加压力。 楼市高企不下是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。年轻人失去希望。 压抑楼价从此亦是中央及特区政府的任务。明日大遇。北部都会拘的造地亦是未来主族。 另一方面。美国即将缩表。加息亦导致资金从市场上抽走。流通性下降亦会影响资产价格。 大部分分析员都是以上述论点为理由。松仪看淡楼市。 施永清尝试逐点糾正大众观点。首先是中美关系。很多人认为美国作为世界大国。 军事经济力量比中国强大。制裁下来后者必定难以招架。但施永清不是如此想。 军事经济力量比中国强大。 几百年十万路的重拨人。 感谢观看